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D巴拉托 最近香港發生了一些悲慘的案件 不止一宗 就是有些公公或者婆婆 她一向照顧一個長期病患的配偶 但是就殺死了她的配偶 或者很想殺死她的配偶 而她的配偶又是認同的 引起了社會一個很大的爭議 究竟護老或者醫療的問題 怎樣來去能夠解決或者做得更完善呢 或者安樂死是否一個出路 是否應該要考慮在什麽條件之下 可以容許更多的安樂死 而不牽他為謀殺或者自殺呢 老人家的問題 又隨著人口老化 就越來越多的衍生很多的嚴重的困惑和迷思 在當中 例如早幾年 講到有一間老人院被人拍到 都堆了老人家上天台 好像小豬一樣 剝光豬 然後逐個在洗澡 最後爆出來 原來在當中有很多不尊重或者虐待老人家的情況發生 而那些家屬 一來他沒有這樣的資源能力 一定要送他去老人院照顧 這樣 二來就是唯有啞癮 就算知道 因為你會覺得 如果你投訴了 你爹地媽媽受得更養睡 那就是 剛剛最近又看到一個報告 他就說 其實很多老人家 臨終的時候 那段路 他不是想在醫院過的 他是想回到家 祭祭一堂的時候 看著那些親友家人 來去離開世界 那我相信有幾個原因 你看到歷史歷代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過世的 《聖經》裏面 阿伯拉罕、以色雅各 全部都是這樣 臨死的時候 他在交託身後肆 看到他究竟實際上 真的喜歡哪個兒子 那時候你們看到 甚至乎 康熙那樣 傳位於這個十四十哥還是四十哥 都是臨終的時候 都是在床邊 有個太醫 頂龍 然後就 就是 又或者太監了 然後就整班子都跪在那裡 那就是 這個才是一個 有人類以來 去到現在 大部分人的時間 都是這樣發生 人性上是 希望是這樣發生 現在的科技能夠延長了人的壽命 甚至乎 當有個親人 他患了病的時候 他都可以來到去 逐命 說得衰些 而不是馬上 大威嚇 但是 他是不是這麼喜歡 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下 對著一群陌生人 被一群陌生人去服侍 然後 有種 說得衰些 獻世的 這樣過幾年時間 你又不是重新獲得健康 那 大部分人都不喜歡 這個成為了一個 對醫療來說 第一 是一個困難 醫生 護士去照顧 或者護老的人 去照顧這些人 不可以一邊說那些人是無良 各方面 但是同一時間 也都會製造很多的爭執 因為當他在這裏 覺得自己的現世 而身體又越來越差 而醫療員 又可能救不到他 最多是幫他 掉命 然後 又會有很多的錯漏 因為很多原因 當然 我覺得他們有待改進 也都應該要正視這些問題 不是說 那麽辛苦 大家打份工 那樣 你不要那麽多激活 不是那樣 但是你會看到 很多家屬 會跟他有很多爭執 尤其是醫院有很多的人 他 的確是要有很多的restriction 譬如探病時間 限死了 例如裡面 不可能不可以打電話 不可以用任何攝影器材 那些古怪的東西 I understand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快要死的時候 原來你一天只見到你兒子兩個小時 搞錯 你不是啊 那我會覺得 人生沒有了樂趣 不如死掉了 那你當然想對得去更久 至少你希望這樣做 雖然 就算你在家裡 不代表兒子會 給你看到24小時 你都要睡覺 或者他都要上班 或者 這是一個困局 但是就算撇除了這個困局的時候 那現代人那個 對老人家 雖然是有種尊重 譬如會設這些讓座位 讓不讓 或者是不用老人家 兜腳踢那個人 就另一回事 但是 至少是會有一種respect 但是呢 老人家那個 自尊的形象 自我形象是越來越低的 因為會覺得 越來越 沒有用 現在很多時候 你看到 一來 你行動不方便的時候 要人照顧 這個是沒有用之一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的價值沒有了 你退休之後 你沒有收入 要來去承擔 第三樣東西就是 有很多時候 以前的社會 在農耕時代 你是很講經驗 誰能夠看到天 天有不測之風雲 喂 收衣 或者是 你今年的收成 應該怎麼做 才能夠來去登雕 或者有豐收 或者避過一場感災 或者避過一場黃禍 知道嗎 你的經驗非常之重要 你越老就越有經驗 但是現在 喂 什麼 Bic Data Google 那些搞定了 洗掉你的老爺 在那裡嘰嘰嘰嘰嘰 就是 我特地說得壞一點 我不是說 就是什麼 我不是說 這件事要合理化 而是那個自我形象 會因此這樣 來減低 Jerl Diamond有本書 他也說到這件事 他說原始暴落 那些民族 假如他 那個productivity 是足夠的 就是 好像農間文化裏面 可以有足夠的食物去養活 額外的人 不需要 沒有體力勞動 額外的人 那樣 同一時間 是很講經驗的時候 那些民族 通常都是 well respect 那些老人家 因為他有 那個特別的價值 在當中 譬如 猶太人 中國人 很強調敬佬 但是呢 你會看到 就是 西方 就是 在萬方時代 他們就已經弱一點 就是你老 那樣 麻煩你早晚 那些 那些 經常都是這樣 那些 那些年輕人 來去取代那個老的 然後那個老 就在那裡 被人插一刀 然後喘喘氣 那樣 你現在做皇帝了 那樣 那你繼續愛民而止 那樣 那這個 其實這個情況 是在這個採集 不守戀時 更加 在當時 就是那個 一個人 種的東西 可能自己 吃光都要買餓 那還有什麼 能力 去養多一個 沒有生產力的人呢 那樣 那樣 或者是幼童 那樣 那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於是 你會看到 例如Avatar那些 那些 他抄襲人家 印太安人那些 那些生活那些 就會說 他做過祈禱 或者做過憲制 就堆壞那些 老日婦女 那樣 而那些老日婦女 又覺得這樣死 是應該的 就是他不會覺得 他覺得是宿命也好 什麼都好 你覺得殘忍也好 那我們現在的世代 最悲哀的是 我們productivity 是足夠的 去供養老人家 但同一時間 我們給不到一個 很好的價值 給一些老人家 這樣 以至到 就不斷無限地 重複那個悲劇 而最慘 他又要 掉命地來現世 那樣 那究竟出路 是什麼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思想一下 多謝大家收聽